新城乡公所第一届原住民族教会推广主语诗歌演唱文化交流活动 结合了原住民族教会对主语保存和传承的重要功能及角色 以原住民族语语言来演唱主语诗歌 并且在友善环境当中永续传唱 达到语言信仰文化传承的效果 新城乡内各教会非常支持乡公所在推动文化传承的各项政策 这次交流会共计有10个教会队伍参加 新城乡内和离台首次也是第一次办理的 原住民族教会推动主语诗歌演唱文化交流活动 包括阿美主语、太陆格主语和布农主义的诗歌 展现在活动现场以荣耀上帝来感谢主 曾入国之音乐 香港合理台一直以來 認為教會是我們推動族語的根基 所以責成我們相公所 原住民事務所的曾秀英所長 創辦了今天的族語詩歌 演唱推廣的交流活動 這是我們新人鄉首創的一個活動 希望藉由這個活動 可以帶動我們教會推廣族語的傳承 以及各教會堂所之間的文化交流 凝聚共識 責任先生是否原住民行政書處長獨故撒韻 也肯定相公所推動族語的成果 那麼我們今天應該都是我們教友 今天要來大展歌 我們來唱詩歌 那麼這個應該是我們原民會 在族語推動的工作上 一個非常重要的計畫 那今天這個詩歌比賽 是我們要推動族語的 沒有族語就沒有文化 也就沒有族群 所以這個未來的語言推動過程 真的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現在下載河磊台北表示 信仰是文化傳承的重要推手 而部落文化透過教會司歌不斷的延續 有著族語保存以及傳承的重要功能 推動使用原住民族語言 以營造原住民族語使用的環境 更以教會族語四個曲目交流運業會 創聯各個部落族人 允許部落相信力 傳遞溫馨以及祝福 達成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保存 以及傳承的成果 更藉此打造團結一句的幸福星辰 記者金鴻義 星辰相報導 謝謝大家